1989年 一開始初期的營業額大約是2500萬 那到去年的時候營業額大概是28億 那這中間有很大的進步 是因為我們在1996年的時候 公司決定要多狡化金 所以我們其實涉獵的很廣 那在2009的時候 就是公司有掛牌 那就是牙財第一間上櫃的公司 那我們員工數大概有200人 那我們把自己定位在專業醫療的同路上 所以我們的下面旗下其實蠻多產別的 然後我們全省有北中南都有據點 還有台南跟嘉義 那就是其實這樣我們的物流 其實我們的那個貨物都會互相cover 所以其實在供貨量是蠻穩定的 那再來就是我們旗下 像我們是做喜慎其家的啦 就是血液透吸處 然後我們還有一些呼吸器啊 氧氣機啊 然後還有那個心臟內外科 對然後還有一些居家保健的醫療 還有保健食品啊 那我們在中國也有投資就是那個事業這樣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牙科 我們有一些植牙產品 手觸器械 還有一些組織再生的材料 那再來還有技工端的一些設備跟材料 像水焰的磁塊 就是我們獨家帶獨牌 對然後我們來看看我們牙科 我自己大概把它分類了 那以人工植牙的話就是我們的Keystone 它旗下就是有Genesis跟Prima 那MDI是迷你肢體是屬驗的 那再來就是分軟組織跟硬組織 那軟組織的話就是Teradermis 它就是用在取代FGG素質上 那Dyna還有Dyna就是再生膜 那硬組織的部分Teraplug 就是用在齒潮期那個保存素的膠原蛋白 那它其實是物理性的 然後執密度蠻好的 那都是手工日本製造 全程都是手工製造 那還有就是EMS的骨刀機 還有我們今年有上市的骨粉 那那個骨粉是在美國是Keystone貼牌 那來這邊其實東西都一樣 但是就是我們有自己的品牌這樣 那再來就是數位豔富 就是我說的技工端的磁塊還有一些設備這樣 那再來就是牙周保養 就是之前Dyna一直有試用過 欸我後來有更詳細的資料 我可以再拿給你看 因為它有其實不只是做牙周黏膜 它其實營上營下都適合這樣 來然後我有把那個圖就是把它剪下來 對然後Genesis嘛就是從肉眼就可以很一眼看出它就是Genesis粉紅色 那我會介紹它為什麼是粉紅色的 對然後這是CM的mini Imprint 它是第一個FDI就是美國通過了 所以之後有一些產品其實都是Cobita 那Raybomb就是可能矯正完之後的黏著 或者是可能牙齒受傷 需要一些固定 它那個成分是那個防彈背心 對然後再來就是 欸是繼續說嗎 好然後這個TerraPog呢 我們是跟這個TerraDermis 都是TerraMo日本它製造 那那個TerraMo公司它旗下也是做醫療產業 像是什麼針銅啊針銅 就蠻大的公司 那就骨粉 那這再生膜就是我們的再生膜裡面有一些生長因子 所以我們的再生膜不只是一個輔料 它可以促進那個生長因子 這樣對然後磁塊跟這個 吟上吟下的那個噴沙粉 對那Genesis呢 今天我會大概介紹一下 這個美國Keystone 還有它的那個質體設計 這也很重要嘛 那還有它的一些表面處理BioSpark 算是蠻新的技術 就是它發現骨頭可以 那個骨整合的更好 嗯 然後還有一些內連結 那再來就是手術的部分 跟那個它的厭妇的部分 嗯 好我現在要開始講Genesis的這個美國Keystone 它員工數大概有100人以上這樣 然後它是在那個柏林頓那邊 然後它是在那個柏林頓那邊 那一開始它其實是把Livocore買下來 所以從一開始的Resort到Stage 1 Renova 然後到後來的Prima 到現在最新研發的這個Genesis 那它在美國各大教學醫院都有指定使用 好 然後 然後 像它各個據點都有啊 加拿大 美國 或是中東亞洲 那 還有歐洲 那台灣的部分的話 就是有信長總代理 那其實我們代理它也10年了 其實它這時間蠻久 不像有些可能很長一直在換代理商 你可能有一些自己的權益可能就會被補讀 然後它的全球研發中心 有波士頓啊 紐約 然後瑞士跟那個米蘭 然後這就是Prima跟Genesis 其實它從那個紋路設計啊 然後到上面一圈是粉紅色的 我後面會提到為什麼這是粉紅色 然後我有把就是樣子帶著 你可以先介紹 對對對 可以在那裡摸一摸 對 然後我們現在來看它的那個紋路設計 跟鑽形 那它其實這樣的紋路設計 上面有細螺紋跟粗螺紋 然後最上面一圈是粉紅色的 然後像上面的細螺紋 對於Colico bone跟Cancer bone 它其實有很好的那個初期穩定度 那下面的那個螺紋設計啊 它其實有很多的刀削面 那它其實在置入的時候 它比較不會產生過多的熱 然後去就是可以保護到骨頭 那它其實適用於各種就是骨頭條件的 就像是它本身就是一個鑽頭 對 然後呢 它的這個細螺紋啊 每一個間距是0.4 所以它那邊有寫4star 就是 以4條每0.4 這樣算起來是1.6 那下面這裡出螺紋的部分 每個間距是0.8 那這樣兩條的間距就是1.6 那它這樣的設計呢 可以增加那個植體初期的穩定度 那也就是它意思就是說 它這樣的設計可以讓它更快速的植入 因為如果其實你一直在那裡轉的話 你其實植入的話 你會去傷害到骨頭 然後產生過多的熱 那我們知道過多的熱 其實會使那個蛋白質壞死 所以它其實是會有良好的那個促氣穩定度 也就是它的這個志工螺絲 然後呢它這裡有 其實有那個三道切削口 然後這個切削口 其實你一細看 其實跟旁邊Prima一比 就是Prima是平常的螺紋 可是它那個其實有一點像這樣 所以它其實有reverse talk 那其實你在植入的時候 因為為什麼壓力會大 就是植體在植入的時候 你會有一些空氣造成一種真空吸引的一種效果 可是如果你用這種有reverse talk的話 它其實就是在可以讓那個空氣釋放 就不會產生過多的熱 然後去損害到骨頭 那下面這個切削的方式就是 它的這個設計 epical cutting fruit 就是可以讓那個骨頭 在往下轉的時候呢 它不會有硬力的堆積 那你硬力的堆積 其實你會去影響那個 植體植入的狀況 然後這是我的各種尺寸 3.8、4.5、5.5跟6.5 所以其實它有一些醫師還蠻喜歡 它有這種大尺寸的 5.5跟6.5 那它的長度就是有 這邊8.5、15、11.5、13、16 那5.5的話 跟6.5就是只有到13 那再來我要說它特殊的科技表面處理 這我們叫biospark 剛剛講到那個錐形的設計 羅文設計 那這個呢 就是biospark 其實就是陽極氧化 就是那個陽極火化堆積 那它有這些步驟 那第一個步驟就是 它會用那個氫氧化鈉 就是很像噴沙的方式去撞擊它的表面 然後它就會得出來的結果 就是會有一個Michael的粗糙值 就是大孔徑 再來呢 它就會用兩道工法 剪食還有酸食 之後呢 就會有一個小孔徑Michael的粗糙值表面 所以有兩道囉 那再來呢 就是我們的氧極氧化 也就是我們整支的這個粉紅色 它會在那個電解液後面 我們會講到 就在電解液 在給它電極 就是火化堆積的時候 會形成一層非常均勻的那個粉紅色 那那一層叫做anatai 它其實就是專利技術 就是它可以讓那個骨頭的親和力更好 那再來就是這個 也是另一項專利BioSpark 它就會用ASD ASD不是那個脂臂症簡稱 是ASD是那個工業用法 它就是氧化堆積 剛剛講的 然後它之後再用氫氧化鈉 再給它減食 然後就會有一層更小更小的nano 就是更小奈米的粗糙質表面 然後那個粗糙質表面呢 充滿著鈣跟鈴 那鈣跟鈴它可以就是更加強那個清水性 後面我會有圖會就是介紹到 然後這就是我們把那個植體車床出來之後呢 它會先放一個保護蓋 就是先保護下面Color那一層 那現在呢就是我說的噴沙嘛 因為它不能把上面那層Color去受傷到 然後它就用那個二氧 那個氫氧化鈉去撞擊它 那那個的表面大概有100到120Nm的diameter 接下來呢它在酸食跟減食 有沒有 好像就又第二種粗糙的那個孔徑 那再來就是我剛剛說的氧氧氧化 那它就會有一層粉紅色的那個很均勻的粉紅色 它會那個電解液會電到它直到粉紅色 對然後是不是現在下面還有一層Color 那接下來要Biospa 不能去受傷到下面那一層Color 所以它會放一個保護蓋 Color以下它就開始Biospa 就是兩次的ASD 然後之後再檢視就會有奈米的表面 所以它其實就是有大中小的孔徑 然後Biospa又有清水性 然後豐富的鈣跟磷子 就是可以增加 是有研究報告可以增加骨頭的那個結合的更好 來 就這個 這就是 等我一下 Sorry 有 然後這就是剛剛我們那個 不好意思 然後這就是電解液裡面那個陽極跟陰極 然後它去加入那個氧 然後在裡面去 呃 電極之後的那個電極火化 那它就會產生那個粉紅色的 整個均勻的粉紅色 那它就是二氧化碳 那它的厚度大概是200mm 是整個很均勻的粉紅色 然後再來呢 它是不是就是 就是要 剛剛我們圖有看到嘛 就是Biospa 就是有那個富含豐富的鈣跟磷子 然後可以有更好的清水性 那它就是四到五次的高電壓 就是然後它那個裡面啊就是有 除了氧化還有鈣跟磷子 就是去火花電極它 對 所以就是產生這個奈米的Biospa 然後它有說到它是怎麼樣 就是第一層 因為剛剛有提到ASD兩次嘛 第一層就是 鈣跟鈴磷子 就是一次ASD 然後再來鈣ASD一次 然後再來減溪 那它就會產生這個二氧化碳 那它的表面都會充滿成那個鈴跟鈣粒子 然後這個是那個放大圖 就是上面那個color的部分 它的這個孔徑大小大概是10mm 那下面那個我們追 就是Spark在這裡呢 就是10mm 但是你看它的孔徑大小 是可以分辨的出來 然後這個就是 顏色月深就是它的孔徑 就是深層度 這樣 color跟那個Biospa的那個表面 所以呢 Biospa它有很良好的清水性 那它良好的清血清血性 那可以讓那個骨頭 就是吸引骨頭進入肢體 然後它可以 呃生長出血管 然後再來它要充滿 它的清水性是因為 哪一個流程造成 我的意思是說是氧化 氧激氧化處理造成 還是Spark造成 是Spark 是Spark 那它Spark的話 它有毒 Kerosene跟Phosphate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Kerosene跟Phosphate 能夠增加清水性 對 對 對 那當然就是說 表面也會比較細一點 對 但是能夠增加清水性 主要的原因是來自於 它有 然後它有大中小的孔徑之外 它可以增 有清水性 是因為那個 它的 表面有豐富的鈣跟磷離子 它就像是一種燃料 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它容易跟水產生一個離子化的東西 對 你要跟水產生間解 如果是一般的東西的話 它只是 凡的瓦力 就是 若有若無的接觸 那你假設要增加它的接觸力 譬如說 你靠這個離子化 就是說 我這一些有一些 陽極的離子 陽離子容易跟水 這些陰離子 容易產生反應 產生一個離子化 所以清水性會增加 對 我猜啦 對 因為我最近在念化學的書 有有有 我還錯 你也是錯的 非常 對 因為我的意思是說 那是不是我加不同的東西 是哪一個流程 導致它清水性增加嗎 你說哪一個流程 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你說有大中小 那大跟中 似乎影響不到 那你在小的流程 其實包括兩個 一個是陽激氧化處理 把度胎的東西上去 對不對 陽激氧化上去 就是它不同的溫度 會有 高壓不同的那個 溫度它會產生不同的顏色 那就是那個溫度越高 它顏色會越深 對 顏色就是那個 對 那個溫度不一樣 度出來就不一樣 嗯哼哼 我有聽 他們就是那個 鑽頭有一些表面的那個處理 他就說 溫度不一樣就會偏紅色 溫度什麼也就會綠色 真的 對 所以他說要控制那個溫度 然後他要設計粉紅色 是因為他發現就是 欸我後面的張姐會介紹到 就是 以白色跟金色 還有粉紅色來說 其實粉紅色是最接近自然牙 就是 透出來最接近自然牙的顏色 然後後面會有研究 嗯 所以它的清水性是Biospar 嗯 嗯 就是 嗯 靈跟鈣離子 就是會加強它 就是一種 藍料 離子化的程序 對對對 現在很多質體就是 都走向那個趨勢 對 對 就要一直進步 不能再仔細一直說 是螺旋設計什麼 對 現在就到表面出 就骨結合部分 對 然後這個是 那個 Marco 大孔鏡 然後這個是 Michael 小孔鏡 有沒有 呵 然後這是Nano 就是那尼的 那個表面 就是Biospar 之後 就是 這麼吸 然後他就是有做一個研究 就是 一般 表面的鈦處理 或者是 就是用化學去酸食 那發現 就是這樣的結果 我們四週呢 之後 我們就長了大概 百分之六十 那其他大概是 四十五 那我們的呢 八週之後 大概是 百分之八十五 那其他大概是 五十這樣 所以兩個月後 如果你很在意 兩個月後 就可以活用 哈哈 對 就這個研究 對 就是他可以 他質體 紋弱的設計 加上 表面出移 所以他是 說他可以 更快 如果您改 就兩個月就可以 就數據來講 對 對 就數據來說 對 但是也要看 那個病人 本身的條件 不知道 我是說如果 就研究數據 這樣的話 對 對 他跟 就是那個SHIP 綿氧做的研究 綿氧 剛剛那個是SHIP 你看 剛剛那個 下面 reference 很厲害 哇 我被踢垮了 怎麼辦 下面 我如果說真的是耍大刀 喔這個 所以他是 還蠻 很蠻有 綿氧做的研究 他不是 但是就是 就綿氧做的研究 八週 所以我不知道 綿氧的八週 跟人體的是不是 因為有時候 動物的那個 代謝的效率 不一樣 所以有時候 要換穿到人的時候 沒有時候 就要再 喔真的 但是他是綿氧 真的耶 那裡 綿氧的骨頭嗎 對 SHIP 哈哈 有有有 然後 他就是 那這個 bias bar 可以大概說 就是他有清血性嘛 就是讓他 表面 就是會生成血管 那接下來呢 他血裡呢 就會帶來一些 一些氧化物啊 一些生長因子 然後就是 可以讓他 加速他的 就是癒合 的過程 就是 充滿著那個表面 那再來就是 那再來就是 他的那個 表面呢 他就會 欸 把它按下 就會開始 有一些骨結核在上面 也就是說 他可以促進骨結核 然後呢 他的表面 從這個鈣跟鈴離子嘛 所以其實 是讓他 就是 骨結核的 就是 更加快速 就是 加緊腳步 對 然後啊 這就是我剛剛有提到的 那個就是 清血性 就是這樣 你看他就是 整個 是會吸引血液 進入 然後開始 有一些 生長因子啊 那再來我就講到他的 美觀 粉紅色 嗯 這裡還OK嗎 可以 就是我們有做那個 Prilephone Switch 就是 那一說欸其實蠻多 子體都有這個設計啊 就是他不要讓 細菌的腹肌嘛 就是他 不會這樣 直接就是 侵入到 子體 本身 所以他有這個 Prilephone Switch 對然後就是 就是 粉紅色 的那個 肢體 他這種是解剖型的嘛 就是 可以去擠壓牙肉 讓那個 牙肉達到 美觀的效果 像自然牙一樣 然後他就 像有一些啊 就是 你就會看得到 那個 灰色的 金屬 可是如果 我們這一圈 就是 我剛剛有講到 Color這一圈 是粉紅色的 它其實 是更好的美觀 不會這樣 黑黑的 看起來就假假的 然後 像有一些 就是 軟組織 有些人呢 是蠻 蠻薄的 這個顏色 欸 這個看比較明顯 對對對 就是 以我們的 這張圖來說 我們的 脂體周圍的 軟組織 這個是 放我們 是看不出來的 這是一般 就是會這樣 黑黑的 然後 這上面 顏色 有點色彩 對 然後為什麼 要怎麼樣 成功的美觀 因為大概 30%的 脂牙病患 都會有 就是 牙齦很薄的問題 或者是 它會有一些 牙齦色 就是比較深 對 然後 要怎麼樣 讓那個 牙齦色 就是 金屬在裡面 不要透過光的反射 透出來 黑黑的 我們來這裡 就是我剛剛有提到 我們就是 左邊的是 自然牙 右邊這個是有 放了我們的 Genesis 你看 它其實是非常相近 自然牙 然後這一個研究 就是 有金色 然後 也有白色 可是你看 最接近 自然牙的 Nature Tea 那粉紅色 是最接近的 所以它的效果 沒關係效果 是最好的 最少要有 多少厚度的牙齦 覆蓋在上面 比較可以得到 這個結果 你說多少牙齦覆蓋 對 因為 一般是說 你灰色的東西 要遮到 或沒有 至少要有兩個 ミニ特的牙齦 那你如果說 欸 今天說這個 粉紅色是比較好的 理論上是比較好的 那牙齦的覆蓋 要多少 比較適合 你說會最漂亮嗎 至少嘛 我是說 兩ミニ一定最穩定 那以前我們就是 因為沒有兩ミニ 所以我們會補一塊之後 讓它厚一點 去遮光 嗯 如果說這個粉紅色 是比較好的 那我們用的粉紅色 那比如說有些病人 還是薄的牙齦 對 那多薄 它會透出來 還是 就是說多少以後 它就不容易 有這個透出來的問題 好啊 好啊 我回去 就是再確認一下 一般 就是 好 就是我們的這個 在 口腔裡面 它沒有 我回去查一下 對 很確定的 對 因為它這個 比如說 如果深究這個研究 是零牙兩顆 那假設牙齦是一樣 那你的牙齦到底是多厚了 所以看起來的時候 可以得到很近似的結果 好 是 我回去再 確認一下 多厚 而且 你說 就粉紅色牙齦 不是 就粉紅色的Color 其實只是最上面 這一點點 對 我連上面整隻阿爸們 都是粉紅色 對對對 那你要 一直粉紅色 是一直粉紅色 然後這裡這一段 那其實下面這裡 就還是灰色 對 但是那個 會在Bone liver下面 對 所以我說那個 厚度 它不知道多少 以後 會比較好 當然有些 臨床醫師 也許他做多了 可是也許 可以告訴我們說 到底多少數據 他覺得 嗯 覺得還不錯喔 然後覺得 很OK 那我們在弄的時候 就多了一點點 參考的標準 好 當然這個要做很多的專家 那就會更清楚 好好 再去警告 就是使用這個很多的儀式 看看他在評估上面 好好 我再 我寫起來喔 呵呵呵 這裡 就是我剛剛提到 那個紅 到底要多厚的標準 對 然後 這裡呢 就是這個pink阿爸們 就是 我們看到它是 整個是粉紅色 就是它 它不 它是整個去 羊肌好像去 墊肌 其實墊肌 墊肚出來的顏色 所以它其實 它不會有 掉漆的那些問題 對 然後它透過 那它的厚度 大概是200米 那它其實 不會有那一種 就是金屬 呃 透出來黑黑的那種情況 然後是很潔淨自然養的 那再來我們剛剛講過 紋路嘛 那講了美觀 粉紅色 那接下來是講到內連結 這個TiLab也是專利 這個粉紅色的 這個電鍍上去的厚度是多少 200米 剛剛200米 對 嗯 而且它不會掉 因為它是 它不是去烤漆上去 不是它是經由那個 電鍍液 這樣去產生 但是這隻 假設我去把它刮刮刮 其實裡面還是會透出來 對不對 會 就是它沒有被 對對對 它就是比一般的 電 就是比一般的 就是電鍍還要深 然後卡得更緊 對 對 我是說就化學上 對化學上 就是它只有 就是深度 就是它的200米 有去 就是 影響到 對 對 對 電鍍的還是會那個 你用久了以後 它只要是電鍍的 用久了以後 10年 20年 它就是會掉 嗯 但是它的深度 我認為是這樣 還蠻長 嗯 它比較是電鍍 它不是 以前造型 有一種HA的表面 它其實被別人比較詬病 因為HA比較粗糙 所以就是說 它比較會有 就是說 會有一些 或多或少 你只要鍍上去的東西 不管你用氧基氧化處理 大概比較被別人詬病 就是說 這個脫落的東西 對身體 有沒有 嗯 那如果說你脫落的東西 都是 呃 都是 胎啦 都是 蓋啦 它這個是 那大概就 比較不會被人家詬病吧 那 HA就是比較外來的東西 所以 HA脫落就會被大家比較 詬病 比如說HA 你說下面那個 那個 feature 的部分 就是 嗯 沒有 所以我們只是 就這個部分去討論說 肚就一定有脫落的問題 那如果說你脫落的話 就是說 你脫落的 它只是身體的一部分 的一些成分 它對身體 大概就無傷大癢 這個是 那個 這一層 是那個二氧化態 對 它就是在度 那個 那個 就是它的成分 對 對 所以它是二氧化態 就硬質跟氧質去 電極火化這樣 所以這個是二氧化態 二氧化態對人體的 成分 沒有什麼 很特別的問題 反而是HA 你覺得 HA是比較不好 那當然說 你們的電 你們的 等於是說你們這個 電鍍的技術 等於是說 是靠 就是說電鍍碗 它其實是還有鈣還有鈴上去 對 所以它就算脫落也是鈣或鈴 鈣或鈴 都是我們人體 結構的一部分 對 這樣子的話 大家不會覺得說 這是一個外來物質 我只是單就這個部分 你可以再跟你們公司討論一下 是說 就是這種 就是這種外來物的這種脫落的問題 如果說都沒有 那我覺得是好事 或者是說 它經過多少的耐用測試 它是有這個脫落的問題 或是什麼的 所以你覺得那一層HA是 沒有 那是舊HA的質體 但是你們這一種 到底會不會脫落 不知道 但是鈍 鈍上去的東西 就一定有脫落的問題 對不對 一樣一台汽車它說我電鍍一層 跟我電鍍八層 那那個耐久度大概就不一樣 但是只要鈍上去的東西 它不是原始結構的一部分 所以你覺得那個鈍上去的HA 一定會有 一定會有脫落的問題 時間 時間長的問題 對 只要是鈍上去的東西 對 沒有 我們不是雞蛋裡挑骨頭 那是 只是在思考這個事情 你可以去幹公司 就是 或者說一個人在講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去講 嗯 就是它這樣去 去這樣顛錄出那個 大小空徑 就覺得那個 對 不可能 好 嗯 還不錯 好 那就是內連結 台勒婆也是專利 設計 那就是這樣子解剖型的設計 它左邊這 右邊的是 葵克阿爸 就是它的設計 可以維持它的骨頭的高度 還有那個 軟組織的美觀 那這個 就是 它說 這個粉紅色的 葵克阿爸 它其實就是 嗯 有穩固 就是一定適當的那個 粗糙表面質啊 其實可以 就是穩固骨頭 跟讓 軟組織 然後不會 就是有過多的崩漏性 那另一個 這個 整個粉紅色的顏色 那個 就是我們 所稱的那個 二氧化鈦 的 均勻表面的粉紅色 那它是可以讓那個 肢體周圍的黏膜 就是 顏色相近那個 自然牙 牙齦色 那再來 它的扇形設計啊 就是可以 讓它去 那個 去擠壓牙齦 讓牙齦 打到一定的美觀 然後 我們的設計 欸我後面會說到 嗯 就是 關於扇形的部分 那 內連結的話 就是 我後面也會 就是 提到 那我現在前面先 大概簡單的說 就我們 內連結 就是 有 六個 那它 再來就是 它的 那個 這個 Mose Tape 就是它的 這個 阿芭能跟 Color之間的結合 然後 我往下看 算了算了 這張好像有點長的怪怪 就是 等我一下 不好意思 我直接 這一張我先這樣子 嗯 然後就是 我們有這個 六頁設計 就是它其實 是 有抗旋轉的效果 因為 一般 如果你是 欸我後面的章姐會提到 我現在大概介紹 我們的 那個設計 然後 它的那個 上面是 Mose Tape 就是它有 密封性 可以不要讓那個 生物 組織 就是去滲透到裡面 造成 感染 那 Sex Loops 就是這個部分 就是可以讓那個 質體 很 穩固 那 它這裡還有做一個 這個 PILOTS的設計 就是你可以引導 你到位 因為有時候 阿爸們跟那個 質體 就是沒有 接觸好的時候 其實你會是會有些 生物有沒有進去 你可能就會 造成VIO這樣 那 它的內連結就是有 這三個 那 剛剛我講的那個 我們是 六頁設計 這裡 它其實就是 會有一個 抗旋轉的效果 因為 像一般 六頁阿 六角型的 它 你 去車出來 六角對六角 一定是放不進去嘛 所以它一定要有一定的 公差 物 在裡面 那它那個公差值 其實就容易 會旋轉 那六頁的話 就是面 對面 所以它這樣的機率 就會大幅的降低 然後我們有把它 就是各個品牌 有做測試 然後呢 他們的條件都是那三個 就是 3mm的BOM LOS 然後第二個是 都是有角度的 那個 阿爸們 然後再來 就是它有 橫向力跟斜向力 因為一般 就是我們壓制搖合 不可能只是這樣 我們有側方搖合啊 其實這個觀點 就是很活動的 所以它有 各種不同角度去測試 那這樣 測試下來呢 像 測試這個叫做 硬力堆積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它的 硬力 在 碰到壓力的時候 是不是 可以去把它 疏解掉 然後 這裡 然後呢 它大概 這樣的 26萬次 它就 Failure 然後這個呢 這個品牌呢 大概 大概 47萬次 就那個 Failure 那我們的 還超過 500萬次 就是 還是 你看到了 這裡 所以我們的 錐形 設計 還有裡面的 六頁抗旋轉 其實是可以 有效分散 硬力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張圖 就是你看 這張圖 它的 硬力分析 是很平均的 而且 沒有看到任何 紅色的部分 那再來就是 這個 我把它 綜合起來 它就是有 泰勒 那個 六頁嘛 跟錐形的 內連結盛進 再來呢 就是 它的 表面處理 Biospark 還有它 可以增加骨頭的 集合 更快的 那再來就是 粉紅色的 表面就是 眉光嘛 讓更貼近 孜然牙的顏色 然後再來就是 它這個 紋路 羅紋的設計 就是可以 不要讓質體 產生過多的 熱跟壓力 它的 那個 Reverse Tock 可以讓 那個 更有力的 抓住骨頭 那再來就是 講到 手術 器械的部分 對 那 我這裡有準備 欸 我這個 你想要 你想要 阿絕內瑟斯的 手術流程嗎 都可以啊 都可以啊 好 就是 我前面有放 那我們的 使用非常的簡單 就是 從左到右 然後 一開始就是 營業修主 2.0 然後接下來就會有那個 帕拉拉托 就是你 PIN 你可以去 就是看看 角度 是不是你所想要的 嗯 然後這裡是 TAPE TREE 就是 按照順序往上用 譬如說 呃 如果 我後面會講到 然後 這個部分呢 是 改PIN 就上面都有 它的那個 深度 8 10 11.5 然後下面呢 是那個 TAPE TREE 那其實像 因為我說嘛 我們這個 直體它有 至公 的螺絲 所以其實 如果在下 TAPE TREE的話 它本身就是 一直轉頭 所以 下TAPE TREE的話 幾乎就是 下一半就好 當然也要看骨頭的 那個狀況 對 然後 這邊是那個 DRIVER 然後 扳手 然後上面是 那個 轉接頭 INPRINT的 那個 轉接頭 那 有 這個細項就是 其實我們這上面都會 標深度 就是 每一支都是這樣 像 INITIAL TREE 它就是 8.5 10 11.5 然後 13 16 那那個就是 像8.5就是 第一條 出現下緣 上緣 這樣 然後第二條 出現 下緣 上緣 這樣看 那再來就是總結那個 可以看角度的改品 然後這個就是 TAPE TREE 那之後 你可能會要用改品 去看看那個 咬合的方位 這就是我剛剛提到的那個 TAPE TREE 那 SD3.5跟3.8 是什麼意思 哦 那個 你說 SD3.8 是什麼意思 可以 就是它的尺寸 這個 你看 它的 不好意思 沒有很清楚 這裡 這就是它全部的尺寸表 然後它也會有內縮 都在上面標準 對 WD5.5跟6.0 哦 4.5是這個 3.8是這個 3.5 然後它從3.5開始過 但是 其實質體是 1 2 3 4 對 所以 譬如說 你要用 經驗狀的是 用的是RD 這個就是Small 對 對 對 然後 你說要4.5 8.5 就是 1 對 然後2 3 對 4種 對 但是這個音量還是可以 看一次 你的 反下的情況 就 骨頭軟啊 或是硬 對 然後這是TAPE的 那個 刻度 其實 就是 Genesis跟Prima的 就是他們 其實只有羅文的設計 跟那個粉紅色的美觀不一樣 其他從器械都一致 然後 內連結也都一致 對 就質體尺寸 比較稍微不一樣 對 所以它 3.5 4.1 5.0 對 所以 Genesis有 大尺寸的 就有一些醫師 就是還蠻喜歡 它那個 有比較多的尺寸 那這 因為 那個 鋸油它在 欸 這是機械圓 你那個 就是你在第一道 切道口的時候 下去 只要是 錐形的 你一定會有 公差值 就是你的那個 鋸油啊 因為是切斷路口的關係 所以一定 會 有 比較長一點 對 所以 3.5的話 大概是多 1.29 所以如果要 所以 8.5的 子體 假設是8.5 就是會鎖到快 就是其他公馬已經快死了嘛 對不對 對 你就是看到那個的話 你要自己往上加 所以如果它是8.5的話 你就要 看如果它是3.8的話 就是再加1.35 這樣 喔 所以第一道 每一個每一間都一樣 就是只是大家的數字 加1 不太一樣 對對對 但是因為呢 就是機械油 因為我們都要自己算 一般我們守到自己 就是自己 就是說 發在一個地方 就是到底 然後我們就知道 根據經驗證 要加1 加2 之前要調整 而且還有顏色區分 就是你有時候 你可能有時候 一接 就是要回來2接的時候 你一打開看就知道 欸 這當時是重頭尺寸 不用就是小姐 要去啊 就要去調資料看 顏色區分 還有庫存也是啊 庫存在 就是 也很方便 對 然後我們的具有 就是也有 機骨的功能這樣 然後 第一支定位針 最前面 你可以看有一點 小小 一支細細的 那就是幫助你定位 因為第一針下去 最滑 對 前面要一直小型 對 對 對 就後面還可以再修回來 嗯 然後 對不起 然後他那個 imprint driver 就是也是 當然就是 六頁設計 就很穩固 他其實 有一種吸力 就是 用好 其實這樣甩 是不會掉的 對 然後他 他這個六頁 那個 中線要 剛好對在 那個 所以就是這個 奧品還可以 假側的中線 對 因為 有時候你有用到 有角度的阿爸 你可能 就是 對 對 這就是我們剛剛有說到 就是 流程 這 對 這就是如果用到 今天要值的是 4.50上的話 就是 第一個 這個就是 我說的2.0 定位針 支下去 然後這是第二條 出線上的13 就8.5 以上推 然後再來就是 用這個 ping去看 欸 是不是要再修正 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 我剛剛說 就是從3.5 開始 那他的轉速 開始 就是 800 然後再來 3.8 一樣 轉速800 就是一直往上 擴 然後 你都可以用那個 該拼下去看 欸 看一下那個 咬合啊 是不是你要的 大家看 我們也是分顏色有沒有 剛剛那個綠色就是3.5 3.8 所以這個等一下 藍色之後 該拼 就是藍色 所以就是 很簡單啊 就是 根本其實你自己摸 其實我 你自己摸就很 最大的一個不一樣就是說 在磚的 就是我可以決定 我到底要加1 不是加2 對不對 對 磚的深度要多補下 這是我稍微可以有一點點空間的 對 就是 對 所以如果你上面看到那個 是以13.8來說的話 它實際上 如果以3.8的話 就是 多1.29 所以其實如果你到那條細線的話 是14.29 喔 細線就已經14.29 就是 對 很往回退 對 對 所以如果你有 有沒有 等3 3.5的話是1.29 3.8的話是1.35 喔 對 但是我可以稍微再微調一下下 可以啊 你可以用這個 對 但是這個就是要跟 意思就是說 但是每一間 直擊的具有 因為 切入端的關係 機械圓 機械圓 你一定會這樣 就大 數字不太一樣而已 對 然後 再來藍色 然後 然後 4.5了嘛 那一樣轉數是800 那再用 藍色 Guyping 看看 有喔 像的角度OK了 那如果骨頭比較 硬的部分 就可以用一個樓梯坐下去 這樣 對 然後接下來就是 嗯 肢體下去 就是 那接下來再用那個 扳手 就是 到位 然後看是接 Healing 還是Scoo 然後後面是剖手的部分 就是 所以它的扳手是沒有側扭力的嗎 喔 扳手有的 那個 這一個是 對 這個有扭 OK 就順直 順直 這個設計 是這邊 對 然後 這就是它的 所有的一些 套件 Pression Pulse Healing 或是 直的 或是有角度的 Avaman 然後 就是一個 保護蓋 或是 要做 角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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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對 就有角度的UCLA 就是季工端 就是讓它 再製作過 還有那個Temporary的Avaman 就是我們 嗯 就是看 醫師習慣 有的是用這個 這裡面這支是Tide 啊 有的是直接用 就是很像塑膠 那一種 對 其實在製作當中 記憶工端比較有感 對 因為這個就是 比較麻煩 它還要再做一些 Retention 是讓 抓力更好 然後還有 Locator 跟Snap 就是Overdenture 的部分 對 然後這就 有陰魔材 欸這個就是我剛剛說的那個Temp 它就直接可以 上樹脂 對 然後那個就是 這是塑膠的Avaman 對 是不是叫以前 Temporary就是零食 叫Pick 還是什麼 Pick 有些廠商都叫它Pick 因為它是一種 特殊的樹脂材料 嗯 Pick 所以我 我只是 不喜歡 因為它有說頭很大的 所以crumb比較小 有些位置 會壓制 然後比較容易 有些位置 有鬆脫的問題 有些位置 不是每個Case 所以你比較常用 剛剛的那個 Ti的那個Avaman 就是零食 但是就得叫祭司 外面塗一場OPEC 喔 那個就一定要塗 Pick 不然那個金屬 一定會透出來 哈哈 然後再緊壓 對 那個 所以它要去買專門用的那個 嗯 就是塗那個 把金屬蓋起來 嗯 對 然後 就是 我們有Quick 對 我覺得 您是會喜歡用Quick嗎 不是每個Case都那麼剛好 Quick的話 我都是拿來做 直接拿來做School Retain 是OK的 喔 喔 嗯 以前做School Retain 都要用剛剛那個UCLA 對 啊UCLA有時候又有鑄灶又什麼的 啊我都直接拿這一種 啊 Abovement Level的優點說 如果你角度沒有 把它做那個 把它修掉 那你School Retain 比較容易尷尬 有時候牙齦高低的問題 對 對 我都是拿這個去做School Retain 它就把它便便這樣 它就只有砍高度而已 然後整個夾都黏在這個搭檬上面 哦 然後把它們再鎖進去 Fiction裡面 欸有欸有欸 有的就直接 就技工端那裡 直接黏死嘛 把這個 對 用School Retain的膠 對 對 我試過很多膠啦 就是 但是後來發現 鼠燕是 便宜又好用 因為鼠燕是 做膠起駕 我們上次有去楊梅 參觀他們那個工廠 對啊 然後他說 他說他們 因為那個地超大 然後他說 常常有時候人家去參觀 可能就說 啊那對面是 是你們宿舍嗎 就很大一片 然後後來他仔細一看 都是粉墓 叫福地福人居 對 就是 他們就是周圍 欸他那個 整個 但是他應該不是研發吧 他應該是組裝的吧 組裝嗎 不是 就是說 膠欸 不是不是 他們在台灣 在做這一塊的話 大概都不是屬於研發重新 嗯 大概都是屬於工廠 對 因為他那個所謂工廠是說 欸 我 我 舉例是說 這裡面的東西我都做完 但是我不做盒子 然後通通運來台灣之後 台灣做盒子 但是 再一起把它成品 對 就像那個HITACHI的冷氣說 日本的壓縮機 台灣製造 但是 但是 明件是日本來的 是不是 是 是怕原始的東西 但是外面的殼 他好像有戳到那個牙線 他說牙線好像是台灣人 欸 有用過那個水淵眼牙線 還蠻好用的欸 就很細 所以我覺得 他就是掌握最關鍵的那些化學技術 然後在台灣他其實是做 因為他以前的話是說 可能比如說 欸 我這個IV是給誰做 他這個什麼東西是給誰 他其實是分散的 變成說 一陣子他會常常被人家量做 他的品質不太好 欸 欸 你那個 好 有了 對 anyway 好 然後 對 然後就是 這是 quick apartment 然後這是 UCLA 然後這就是 策略性的 軟組織重建 就是不管 你在那個階段 我們的那個figure out 都是一致的 所以其實你就可以 減低那個病患的疼痛 那就是一開始就是 這樣的寬度大小 一致性的外長 從 Eating apartment 到Temporary apartment 這樣一路 到最後 跟沒關係的那個 那個 apartment 都是 一樣大 一樣 這個很少 業界很少 對 算是 是優勢 然後再來就是一些 一些 簡報 對 然後這個就是一些 有了 這個啊 中間這個啊 Dr. Stephen Chu 對 他在那個 十周年的時候 有來 所以 那一本裡面 有 是不是有印第安血統 感覺齁 膚色齁 我沒有研究過 不知道 印第安血統 對 然後他當然就是 基本的那些 他都通過 FDN 美國 歐洲西 ISO 就是五具難權 對 然後Keystone 就是有 終身保固 只要是植入 在口腔裡面 就是不環有任何問題 就是 終身保固 對 這是原廠 不是我們自己 因為我們自己可能 換了代理商 可能一切又重來 可能又會一些改變 這是原廠 所以 就是很有 品質保證 對 然後最後 這就是 總結 P-T-T-A-S P呢 就是 Pink Color 就是 他從 上面的阿爸們 到那個 Color的 Ana-Type 傳遞Ana-Type 就是那個 去電子的那個 二連化鈕 那 再來 那個 Taper的Body 就是 他這個錐形 有一些 醫師在Synos 前牙傷 其實也蠻喜歡使用它 因為他是 錐形的設計 就不會 就是突然掉進去 他們會擔心 會有 掉進去的一些問題 所以他這個設計 那再來就是他的 紋路 螺紋設計 就是我剛剛 有提到 他會有那個 下面有這個切削 不會讓 硬力骨質 就是產生過多的 那個壓力 然後他的 Reverse Cotton Flu 就是可以釋放 空氣壓 然後不會 去破壞骨頭 不會有 像一般機器 就是會有真空的效果 去傷害到 那再來 就是 阿爸們 Connect 就是這裡 Pylob 就是六頁設計 還有那個 密封的 那個MOS Tape 那再來 最後一個 那個 表面處理 就是我說 一開始有那個 氫氧化那去 那個 噴殺方式去撞擊 就大空鏡 那再來就是 酸石-10 的那個 中狂鏡 到最後 ASD 就是那個工業 用那個 Bio Spark 然後讓他 產生 奈米的那個 孔鏡 對 所以他這支支體 就是 兼具美觀 然後還有 這些 就是 大小孔鏡的 表面處理 加上 那個 有志工 Sorry 有那個志工 有那個志工 紋入的效果 所以他其實在 骨結合 還有美觀上 其實都是一個 還蠻 蠻有優勢的 質體 走 走 好 謝謝大家 你們的價錢是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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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 就算